接下來請收看大寶法王慈悲開始 大寶法王慈悲開始 大寶法王慈悲開始 在這個昨天的課程當中呢 我們講到了心經的八個部分當中的 第五個問這個部分 其中談到了欲和欲望 或者這個想要和貪愛的差別 還有談到了什麼是修行 什麼是菩薩的四種行持 是法行 還有這個大乘佛教的根道果等等內容 接下來呢是我們今天早上呢 我會繼續講解問 先是講解這個問的部分 還有呢這個第六個 就是答的部分 也就會就是關心無撒的回答 父當雲和修學 做事與疑 這是就是問的部分 關自在菩薩摩 寶寨佛摩誠 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这就是今天所讲解的 这个回答的部分 前面呢就是 所以呢先 我们讲解这个问的部分 昨天还没有讲完 这个问的部分呢 昨天 就是前面 说有这个 他的这个完整的问题 就是 若善男子欲修行 圣神玻璃波罗蜜多者 负当云和修学 这是就是完整的 他的问题 这里面只有提到 善男子 但是后面呢 观音菩萨回答的时候 他又提到了 善男子 以及善女人 所以呢有些许 就是大师认为了 这个若善男子 这边呢就是 少了一个善女人 其实呢 因为范文有不同的版本 即便是 这一个心经 有不同的版本 所以呢有些人们 可能就是少了一些字 或者多了一些字 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其实呢 有些范文的版本里面 在前面 这个 设例子问这个 观音菩萨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 这个善女人 所以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 所以呢这个呢 可能要补充一下 接下来呢 是问的部分啊 就昨天还没有 讲完的这个 问的部分 妇当云和修学 根据这个 吴构有大师的说法 行事 指正悟空性的智慧 而修 则是指 这个精进的去修持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设例子尊者 就问了啊 这么 这样一个想要 精进修持的人 到底应该要 怎么去做呢 所以他就说到 云和修学 在这个问题当中呢 其实呢 包括了 以下的 五个问题 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学 熟悉 波瑞波罗蜜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行动来修学 熟悉 波瑞波罗蜜多 第三个问题是 应该要以什么样的行动来修学 熟悉 波瑞波罗蜜多 第四个问题是 第四个问题是 就是应该要以什么样的 什么修行的方式来修学 熟悉 波瑞波罗蜜多 第五个问题是 应当要什么样的正量来修学 熟悉 波瑞波罗蜜多 以上的五种问题 其实是要搭配五道来提问的 五道 五道实地的五道 也就是说 这个摄立子的问题 其实是问 资粮道的菩萨要怎么修学 嘉行道的菩萨要怎么修学 还有见道的菩萨要怎么修学 还有修道的菩萨要怎么修学 和等五间道的菩萨要怎么修学 所以在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最通用的一个奇情文 也就是在我们金刚总持奇情文里面 也提到 世事不离清净上师尊 受用殊胜 吉祥之法教 五道实地 功德系圆满 愿素正德 金刚持果位 这边的这个实地呢 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实地呢 是我们知道是这个指的是圣者菩萨的实地 所谓的这个圣者菩萨实地 也就是 将直接经验 直接体会到空性的菩萨 被称为圣者菩萨 或者圣者菩萨实地 然后它呢就变成 分成了十个层次 这样的分裂方式呢 是大乘佛教 共通的一种说法 就像是中官派的入中论 或者为世宗的成为世论 以及这个华言经 解身秘经 等等经典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分裂菩萨的层次 或者圣菩萨的层次 而这边所说的这个五道呢 在为世宗的这个成为世论 还有这个藏传佛教的 认为这个弥勒菩萨 所著的这个现光庄业论当中呢 都提到五道这样的一个分裂方式 这个实地跟五道有什么差别呢 这五道的范围呢 就比较广 而这个实地的范围呢 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比较窄 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 实地是以正悟空性 也就是这个圣者菩萨来做的分裂 五道的这个范围呢 则不局限于圣者 这里还有包括一些凡夫菩萨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就是五道啊 所包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然后接下来呢 是我们谈到这五道啊 所以五道是指哪五道呢 这五道就是资良道啊 加行道 见道 修道和五学道 这五道是渐进式的 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将会从资良道开始呢 一路往上修学 直到最后的佛国 也就是五学道 所以这整个过程呢 也就是大乘的修行过程 每一道之间呢 有很多的差异啊 其实在同一个道里面 还有许多的这个分裂 分裂啊 分裂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资良道呢 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是上中下 这样一个三个层次 加行道呢 可以分成四种 暖 鼎 人 是第一法 然后呢 见道也可以分成 十六刹那 而这个修道呢 可以分成 菩萨实地啊 等等 所以呢 每个层次里面都有 很多的细节 然后呢 每一道呢 每一个层次 每一道 每一个层次之间的 这个差异 虽然是很多 但是呢 在这个解释心经的时候呢 舍利子尊者呢 暗示性地 请问 观音菩萨 无道的菩萨 应当如何修学 他 没有很 就是 文字里面 没有很直接地 问到这个问题啊 只是问了一个 云和修学 但是呢 舍利子 尊者呢 就暗示性地 请问这个观音菩萨 无道的菩萨 应当如何修学 所以的意思就是 他 他整个 这个大乘的 所谓的 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 他 他所问的 是问题 就比较广的 所以呢 从 这个 大乘的 这个 修行 开始到 最后 要怎么修行 对于这一点呢 就是阿底下 那君者就是 引用了这个 解释秘经的 这个 那那就先 这个就不用说了 就这样 然后再来是 做事与 这个做事与 那这个 接着呢 就我们回到 这个经文啊 也就是这个 做事与 这句经文 这是 这一句 连接 问题和这个 答案之间的 一个句子 同时呢 也为 之前所 发问者的 问题 做了一个结尾 再来是 观自在 菩萨 摩赫萨 大 巨兽 舍利子 言 然后这里的 这个观自在啊 还有这个 菩萨 摩赫萨 还有呢 这个 巨兽舍利 舍利子的意思呢 我们在昨天已经 解释过了 但是呢 这里的这个 言 是宣说的意思 宣讲 或者宣说的意思 也就是这个 观音菩萨呢 对这个 巨兽舍利子 宣说 接下来的内容 再来是 这个 回答就 这个 再来就是 我们 这个已经开始了 这个 第六个 打的部分 那刚刚 我们知道啊 舍利子 尊者 就他问了 其实 虽然他 说了 就是问了一句 问了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 那里面 包含了 五种问题 那这个 五种问题呢 就 观音菩萨呢 对这个 五种问题呢 就是 他 回答了 这个 十一种回答 他做了一个 做了 十一种回答 是什么 十一种回答 虽然接下来就 我觉得 这十一种回答 就可能 跟大家说一下 但是 这个十一种回答 就 我觉得 这个 有点头疼 十一种回答 就是 根据 这个十一种回答 我觉得 还是先这样 先放在旁边 所以呢 这个 若善男子 善女人 因如是修学 甚深 不略 波罗蜜多 所以呢 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 就是观自在菩萨的回答了 经文的部分呢 是从 其实这个回答 经文的部分呢 是从 若善男子 及善女 女人 到啊 如是 是修学 甚深 波罗蜜多 这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 全部都是 她的回答 一般来说的话呢 这个 心经的 所化众啊 也就是这个 与会的听众呢 都是 立根器 或者是 上根器的人 但是呢 这个上根 根器当中呢 还又可以 分出 比较 立的 和比较 顿的 根器的不同 因此呢 就是根器 根据不同根器 听众们的 这个要求呢 观音菩萨呢 就是 就将 接下来的 这个回答呢 就大致呢 分成 两个部分 这个第一个部分 是说 针对那些 顿根器的听众 但是这个顿根器 他们不是说 不是上根器 他们是上根器中的 顿根器 这样的一个听众啊 所宣说 所宣 宣说出来的这个答案 这是第一个部分 而第二个部分呢 是针对 那些这个 利根器的听众啊 所说的这个答案 由于是这个 利根器的听众呢 他们就是很厉害 因为他们就 只听到 开头的几个字 几句话 就能完全 通晓一切的内容 所以呢 这段的这个答案呢 就是 宣说 涵盖了 就是所有 这个 关键 要义的 秘咒 这个秘咒 这个秘咒里面呢 就我们说 这个 这个秘咒里面呢 它就是 涵盖了 所有 关键的要义 这个呢 对谁说的呢 谁宣说的呢 是那些 上根器 或者利根器的人 虽然他们就很短 他们就不会 对他们就不用说 很多废话了 直接聊当 说几句话 他们就知道 所以呢 刚刚我们 说的这个 十一个回答 是其实是 就是属于 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 对那些 顿根器的人 所宣说的 这个回答呢 有十一种 或者十一个回答 所以呢 接下来 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十一个回答 是怎么 怎么 怎么分裂 分类 分类啊 怎么分类 怎么分类 这个 所以呢 所以呢 刚刚我们说 有五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第一个问题 跟第二个问题 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是 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修学波罗波罗蜜多 第二个问题是说 什么样的行动 去修学波罗波罗蜜多 所以呢 一个是 什么样的心态 一个是 什么样的行动 他 就是 所以呢 这两个是 前面的 两个问题 这前面的两个问题呢 就是 他做了一个 观音菩萨呢 就是 他做了一个 就是 统一个答案 那就是 我们经文里面的 若善男子 己善女人 欲修行 甚深 波罗蜜多 者 比应如是观察 这就是 头两个问题的 同一个回答 再来是 问题三 问题三是 应该以什么样的 正量 这个正量 这个词啊 虽然有点难懂啊 但是我们也没有找到 一个更好的 但是 昨天晚上 就我们就 昏昏沉沉 也想不到什么 更好的句子啊 所以就 正量啊 限证 限证 所以呢 这个 什么样的 这个限证 来修许 波罗蜜 这是第三个问题啊 第三个问题呢 做了 观音菩萨 做了五个 回答 第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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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韵提醒 皆空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这是第三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 再来是 如是受想 行事 移赴 皆空 这是第三个问题的第二个回答 我们都在说的是第三个问题 再来呢是 事故 色立子 一切 法空性 不相 不相 不生 不灭 不是 无相 无生 无灭 无构 无尽 无灭 无增 这是第三个问题的第三个回答 等一下会 等一下到下面就会知道这个很复杂的 然后再来是 色立子 事故而时 什么 空性之中 无色 无受 无想 无形 亦无 有事 无言 无耳 无鼻 无舌 无身 无意 无色 无身 无相 无味 无处 无法 无言 戒 乃至 无意 是戒 无名 亦无名 禁 乃至 无老死 亦无 老死 禁 这是第三个问题的第四个回答 再来是 这个 无苦 及 灭 道 无智 无德 一无不得 是第三个问题的第五个回答 以上是第三个问题的五个回答 再来是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四个问题是应该要以什么修行的方式来去修学波罗波罗蜜 现在这个问题呢 有两个回答 第一个回答是 事故 舍利子 亦无所得故 诸 菩萨众 依止 波罗蜜多 这个是第四个问题的第四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 再来是 心无过碍 无有恐怖 超越颠倒究竟涅槃 这是第四个问题的第二个回答 以上是这个第四个问题的两个这个回答已经讲完了 这不是讲完 就是第四个问题的两个回答 然后再来是第五个问题 也就是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呢 那就是做了就有三个回答 第一个回答呢 是 三世一切诸佛 一皆 一皆 一波罗蜜多故 这是第五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 再来是 第五个问题的第二个回答呢 其实只有两个字 就是 无上 但是呢 这个无上呢 就藏文里面无上是前面 但是中文里面 无上前面又多了一个字啊 无上前面 来的一个就是正德 所以这个正德 其实呢 藏文里面的话 正德是属于 第三个回答 但是无论如何呢 就是正德无上的这个无上呢 是第五个问题的第二个回答 再来是 正等菩提 也就是说 正德正等菩提 这就是第五个问题的第三个回答 所以以下是这个 第五个问题的 这个三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所以呢 就是又回到原文啊 就是经文啊 首先呢 第一个部分呢 是从这个 若善男子善女人 到这个正德无上 正等菩提 之间的这一段经文 那首先呢 我们说这个 谈到这个 若善男子善女人 欲修行 圣神波罗 波罗密多者 这里的这个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的意思啊 我们在昨天已经解释过了啊 简单来说的话呢 就是指那些 有资格听闻 波罗密的众生 笔应如是观察 无运体性皆空 这个这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笔啊 笔的意思是 就是指那些 想要修行的人 应该是观察的 因如是观察的意思 就是笔指的 就是那些 想要修行的人 因如是观察的意思 就是要对于各种 分类的这个事物呢 要好好的地观察 和分析的意思 那在这里呢 就是无垢有 阿舍尼和这个阿迪西尔尊者 都认为啊 笔应如是观察 无运体性皆空 这个字句啊 句子里面啊 是在表明啊 资粮道和这个 加行道 所禅修的对境 五够有大师认为呢 那些修持 甚深不略 空性的行者们呢 应该用正确的 应该用正确的 用四 就是正确的四种观察方式 去观察所有轮回和涅槃的一切事物 所以就是 如是观察的 如是观察的意思就是说 应该用正确的四种观察方式 四种观察方式 我们等一下会讲 所以用这个四种观察方式呢 来说明这个三摩地的重要性 在 这告诉我们呢 这个禅修是达到解脱的关键 如果 禅定力不够的话呢 不要说这个 解脱轮回了啊 就连这个离开欲界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呢 在这里谈到的这个 提到的 四种观察的方式 也就是四种禅定的所愿 所以 也就是 然后呢 这个是 我们在修行大乘的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 依序 修洗的方式啊 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方式 修洗的方式 然后就在这个解身秘境当中呢 说 只观有其分别所愿者 有分别近向所愿近视 就是 无分别影向所愿近视 是 边界所愿近视 所作成办所愿近视等四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四 产定所愿或者 四种观察的方式 就是这四种 然后呢 第一种 然后呢 里面的这个 第一种修持方式 或者这个观察方式 是 有分别影向所愿近视 它的名字叫做 有分别影向所愿近视 这个名字很长啊 这个阶段是属于这个 无道中的这个资粮道 这部分是 对这个初学者来说的话呢 就是 这部分是初学者来说 初学者呢 刚开始修行的初学者呢 就是 必须要广泛的 吸收 并且 或者广泛的去文思 听文 广泛的去这个 吸收 听文 而且思考 大乘的思想 而且要去观察 分析 以及这个认定 里面的种种差异 情和道理 由于这样的一种过程 它带有一种分析的能力 所以称为有分别 然后第二种修行方式 或者第二种观察方式 或者第二种产定所愿呢 它的名字叫做 无分别迎向所愿近视 它是呢 属于无道中的家行道 然后呢 之前呢 就是那个修行者 行者呢 就经过了 在这个资粮道呢 就经过了 大量的吸收 或者大量的听文 以及这个思考的分析 大乘 道理思想之后呢 行者呢 更应该去 练习专注的能力 这种专注是 没有分析能力的 所以称为无分别 然后再来是 那行者呢 在这个资粮道和家行道里面 专注 尤其是这个家行道里面 专注力量 渐渐的稳定之后呢 更要配合 之前所 培养的这个观察的力量 也就是分析的力量 透过 配合了 禅定的观察力量 力量和这个分析的力量 来这个深刻的体悟空性 当修行者呢 就能够直接经验到 或者体会到空性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他的禅定力 就是指和观 这两种禅修的一种结合 相应 这个阶段呢 就称之为 建道 建道啊 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他是 行者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第一次 直接的建道空性 所以叫做建道 建道的时间是 很短的啊 但是 他是 却很关键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从建道开始呢 这个行者 算是 直接建道了空性 所以 可以 说他 可以说 他不再是反复 他已经成为了圣者 他不再 是 反复 然后呢 再进入这个 建道这个阶段啊 得到 建道空性的智慧之后呢 若能持续的 维持 并且不断的 去习惯 这种 建道空性的 智慧的话呢 那就是 修道 所以呢 我们刚刚在提过啊 建道和修道啊 这两个修行的阶段呢 实用的 禅定的方式是 相同的 也就是这个 他们两个 实用的禅定方式 就是 事 便迹 所缘 尽事 他们两个用的 这个禅定的方式 或者观察的方式 是相同的 这种这个 禅定方式 就是 第三种 刚刚所说的 这个第三种 修事方式 是这个 是边际 所缘经事 这边的这个 是 是指 所有的事物啊 而这个 边际 是不是 边际 则是指 这个 这些事物的 真实本质 也就是空性 因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处于 这个建道和修道的 修行的人呢 他们能够 持续地观察 一切事物的 真实本质 所以他们的禅定 带有这样的 一种特色 这样 就是 不停地去 修行之后呢 我们最终 成就了佛果 这个时候的 禅定力量呢 也达到了 这个 最究竟的 圆满 可以说 完成了 所有 该做的事情 该修的法 都完成 因此 这样的禅定 被称为 所作成办 所言尽事 也就是说 第四个 修事方式 要所有 要做 该做的事情 都做完了 但是 这也不是退休 有一个说 这个 有一句话说 我们是 轮回 以前的 这个祖师们 说 我们的轮回 是小轮回 佛陀的轮回 才是大轮回 因为 为什么呢 意思 众生皆可成佛 意思就是说 有一天我们可以 离开这个轮回 但是呢 佛陀呢 就离不开 轮回 永远都离不开 轮回 为什么呢 他在轮回当中 利益众生 所以他 离不开 轮回 所以轮回 就是他的办公室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退休 我们以为 成了佛之后呢 就 没事了 放松了 其实成了佛之后 当然就是 事情更多 当然 是放松的状态之下 你会可以做很多事情 现在我们呢 就是不放松的状态之下 只能做一点点事情 但是呢 佛陀就是 任运 所谓的这个 任运成就 意思就是说 他很放松的 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 就 没有办法放松 就会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烦恼这个 那个 所以就 所谓的这个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 成就佛国 关键就在这里 凡夫 利益众生的话 大部分都不会 不会成 就是成就 或者 不会成功的 菩萨利益众生的话呢 就是 大部分会成功 但是有一些 不会成功 佛利益众生的话呢 都会成功 没有什么 不成功的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 这个成就佛国 就是要 为了利益众生 所以成就佛国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刚开始 好 以上这个四种修持的 方 分类 这个方式 也是根据 这个原测大师的 这个解身秘经 就是 书 来做的 这个解释 总之呢 总之呢 我们要知道 修行 过程的一开始 我们必须 要广泛的去吸收 和文思 大乘的 理论和思想 这是资料到这个阶段 要做的事情 然而呢 这个时候 都 还只是停留在 知识上的 理解而已 慢慢的 慢慢的 我们要 要能够 这个培养 专注力 进一步的去 分析和观察 之前所 文思的大乘教应 并且呢 透过实修 产生 深刻的体会 或者体悟 这就是 进入了 家行道 或者可以 称之为 前行道 就是 谁的前行呢 是 见道的前行 行者在这个时候呢 是离这个空性 越来越近了 快要这个 见道 快要就是 见道 所以就叫前行 接着呢 一旦行者呢 真正 透彻地 就见到了 空性 并且呢 持续地去 培养这种 见到空性的 智慧的话呢 这就是 来到了 见道和 修道的阶段 最后呢 成就圆满的 佛国时候呢 就可以说是 达到了 第五道 无学道 没有什么可学啊 要学的都已经学完了 总之而言呢 这个 若善男子 善女人 欲修行 深深 布里波罗密多者 笔音 如是观察 无运体性 皆空 这句经文 是 观自在菩萨呢 对于这个 舍利子的问题呢 所给予的 这个 简要的回答复啊 后面的 其他经文呢 则是 比较仔细的答复 当然我们这里面 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 就文思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 修行 佛道面 就是文思 是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这个 塔布干具派的 这个创世人 港伯伯大师 曾经说 对初学者来说的话 文思是 极为重要 然后到了 一定的就是 稳定啊 这个思想 或者稳定之后呢 我们应该去实修 不能一直 一辈子都是文思啊 去这个 什么研究啊 分析啊 没什么意思 所以一定要把它实施 所以我们 昨天讨论了 说这个 佛教呢 不应该把理论 跟实修 是实修是实修 理论的理论啊 就不能把它 拆开来 一定要把它 结合在一起 这也就是说 我们先文思 再把文思的 所以自己的 所理解的 这样的一个 体悟啊 把它就是 透过实修 这样的一个 文思的 道理呢 透过实修 产生生个的体会 所以有一句话 所有的这个文思修 都是 有一个这么一个 就是祖师们 曾经说啊 听文的智慧啊 听文的智慧 应该去认识 什么是烦恼 我们认识是 认识烦恼 这个思维的这个 智慧呢 我们认识就是 如何对峙烦恼 修行的 实修的智慧呢 我们应该要 对峙烦恼 知道怎么对峙 但是没有去实修 把它用在 就是 实际上的 把它没有 不运用的话 那就没什么意思 再来是 无运 无运提醒 接空嘛 无运 这里谈到的这个名字 就是无运 无运就是 色运 受用 想运 行运 试运 这位所谓的 这个无运 的意思就是 很多东西 结合在一起的意思 这里呢 就是 为什么要 先提到 观察 无运 接空呢 这是因为 我们主要 都会将 这个无运 执着为我 将它看成 是 人我和 无我 换句话来说的话 那就是 无运 就是 人我执 和 法我执 的主要 对境 或者 根据 或者 依据 而 而轮回的 这个根本 所谓的 撒迦 也界 撒迦 也界 就是 一种 把无运 看成是 我的执着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 无运 五种 元素呢 误认为 是 一个单一 实际存在的 个体 所以 一开始 要 必须 对峙 这种 执着 所以 说 应该要 观察 无运 提醒 接空 为什么 我们这边 提到 这无运 理由 理由 这个 那 五运 为什么 是空性的呢 根据 这个 杂安 幻境所说 观色 如 巨 木 瘦 如水上泡 祥如春时夜 朱醒如芭蕉 朱事如 朱事伐如幻 故 无运 非我 以下是这个 简单的 对于这个 无运 为什么是空性的 一个解释 接下来呢 是要做这个 比较 详细的解释 就是 透过 空性 四门 接下来 谈到这个 设计 公共设计 这叫做 空性 四门 空性四门 来做这个 解释 空性四门 哪 哪四门 就是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这里的这个色 指的就是色运 为什么要 首先提到 这个色 色运 因为色运 就像是一个 容器 或者杯子 其他的 色运 也就是 寿祥行事 主要是 意识为主 它们呢 就像是容器 里面 或者 这个杯子 当中的水 是一样 所以呢 当这个容器 被摧毁的时候呢 里面的水 自然就会 散掉 所以呢 如果首先 能够 了悟 色运的空性 的话呢 那么 自然会 自然就 后面的四个 空性 也会比较容易 了解 所以就先提到 只是 先提到 这个色运 那大家应该知道 为什么这个色运 这个无运里面 提到的 尤其是 色 然后呢 就是 应该是说 所有的无违法 不是 所有的有违法 都包括在 这个 四云里面 然后呢 为什么这里面 特别提到 这个 寿跟祥呢 因为 这个寿跟祥呢 因为 这个出家人 他是 可以说是 寿是 为什么这里放寿呢 可能原因就是 在家人 为什么这里放一个 想呢 原因就是 出家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 在家人 世间的人 这个享受 为主 所以 他们就为了 这个享受 争来争去 所以 把 寿 放在这里 祥呢 这个出家人 尤其是 我们出家的学者 他们出家的学者 他们就 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见解 然后就是 你是我活 争来争去 说 这个 我的见地 是最高的 或者 我的这个宗派 的见解是 就最正确的 你的宗派的见解 是不正确的 错误的 所以 把 想放在这 那 行 指的就是说 除了这个 当然这个 受跟 想 是我们 这个 51个 新锁 里面的 一个新锁 但是为什么 把它抽出来 51个新锁里面 把两个 受跟 想 抽出来 放在这边呢 就是 刚刚所说的 那个原因 问题的 根源 所以就把它 抽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 除了这个 受跟 想之外的 所有的 这个新锁 就属于 行李 然后呢 事 当然就是 除了这些 新锁之外的 就是 剩下一个 新网 就是 事 就是新网 好 总而言之呢 这个 事 世俗的人都 因为这个 贪着 色生 相位 畜 等等 无妙 就是 这样的一个 无妙 也就是 无种享受 而堕入 轮回 所以因此呢 为了帮助 重视不弱 不要堕入 轮回 所以这里 就首先提到了 色己是空 但是呢 如果有人 贪着空性的话 他又会堕入 涅槃 即进奔 边 所以 因此就为了 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接着说 空即是色 不只是色即是空 还有一个空即是色 这里面就是 有一个比喻 就像是一个在行走 在一边是 经济 另一边是 悬崖的 道路上的一个盲人 那他身边 有一个 明眼之人啊 可能会提醒他 哎 你要小心哦 你小心啊 左边有这个 经济 那他一听到这个呢 他会 靠在那个 右边去 这样的话就会 掉到悬崖里面去 所以光是这样 提醒还不够啊 有危险 他可能会掉到悬崖里面去 因为 所以如果说 啊这个 右边有悬崖 你要小心 这样的话呢 就他会又靠在 如果靠在左边去的话 他会 刺到经济 所以呢 明眼人呢 还得再次提醒他 你要小心哦 你也 不能太靠近 另外一边 因为就是 什么 有悬崖 什么的 所以你要好好地 直直地走在 中道上 根据这个 无垢 有尊者 和摩赫 这个 摄纳大师的主张啊 这空性四门 也就是这个 这四句话 是在说明 加行到这个阶段的 禅修对境 接下来呢 对于这个 色极是空空极 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这个空性四门啊 我们可以分别用 维世 中观 还有这个 如来藏的 三种角度来 加以说明 所以呢 这个 这个空性四门呢 我们就用 这个分别是这个 当然我们小秤 当然这个是 大秤的经典啊 虽然 用小秤的思想来 说明这个 空性四门 也有可能的 但是它既然是一个 大秤的经典 用小秤的这个思想来解释 好像有点不太恰当 所以就是 用大秤的 这个思想来解释的话 是比较正确 所以呢 我们就先不谈 当然 所以先谈这个中观的吧 维世放在后面 本来是想 维世先讲 然后再来讲 这个中观 这个中观众的 这个看法呢 依据中观众呢 也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 藏传佛教所说的 自空派 藏传佛教说 这个自空派 一个他空派 他指的就是 应该是说 指的就是中观 尤其是中观中里面的 中观应成派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中观 所以呢 这个中观来解释的话呢 就是色运等等 这些事物呢 并 并不 如我们所经验般的 存在 所以称它为空 这里的这个色集是空啊 并不代表色运完全不存在 这里提到的这个空或者无 可不是一般的空 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跟无 而是一种特殊的空无 因此这里的这个空 指的就是色运等等事物呢 不像我们所经验般的存在 所以叫做空 那么色运等等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吗 根本上存不存在呢 我们就就会有问题嘛 不是我们经验般的 不存在 但是根本是不是它存在的呢 根本不存在的吗 并不是这样子 但就是因为它们不像是我们所经验般的存在 所以才可能显现出来 这个原因就是这样的色运是互相依赖才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于是称之为色运 就是因为不是我们所经验般的 所想象般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色运的显现 色不一空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色运本身是空性的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空性可言 因为色运的本质就是空性 如果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呢 就是从来没有任何的存在 所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 但却显现出存在的样子 这就是所谓的色不一空 这个空性的道理呢 就可以用这个水中的月做一个比喻 就像是水中的月影 虽然能够非常清晰地映照出月亮的样子 但其实水中从来都不曾有过真正的月亮 这两种情况呢 也就是月影能够出现清楚的显现 但是却不实际存在月亮的状况 其实并不矛盾 而只是可以同时存在 同样的这个色运等等这些事物呢 虽然仅是这种显现 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丝毫的存在 还有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梦中的这些 可以出现的这些房屋等等这些景象 可以出现很多房屋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梦里面了 但是呢 却没有一点真实存在 所以这样的一个比喻 也可以来理解空性的道理也有可能的 当然这个是空性不是那么容易啊 这个空性如果是 它是 很多人认为这个空跟无 只是没有啊 只是不存在 这么容易的话 我们早就了解了吧 应该是 所以 空跟无 所讲的这个道理呢 并不是我们一般常说的 空跟无 是 空跟无 它是 很多人认为这个空跟无 只是没有啊 只是不存在 这么容易的话 我们早就了解了吧 应该是 所以 空跟无 空跟无 所讲的这个道理呢 并不是我们一般常说的 空跟无 它是一种特殊的空跟无 它讲的是特殊的 独特的一种空跟无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就有点难理解 但是我觉得 下午应该可以多讲一些 对于这些空性的 一些 更多的应该是说 理论或者更多的 虽然自己没什么经验啊 也可以谈谈 自己的一些想法 所以今天早上呢 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